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興 抗疫結果,下週關鍵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跌了89點,收報27404 成交跌了三成,不夠一千億 只剩下994億 今個禮拜,港股由低位反彈 今天稍微有些回吐 最主要是跟著A股走 今天A股升幅收窄了一點 今天恆子其實是低開的 低開137點,最多跌過269點 因為昨天升了7、8點,今天有些回吐 昨天恆子受制於反彈的50%的幅度 這樣有些回吐都正常的 關鍵現在在於,就是看看那個疫情 究竟是受不受控 而受不受控的呢,就要看下週 是一個很關鍵的時刻了 詳細的情況,我們等人再說下去 現在先看看恆生指數這幅走勢圖 昨天已經和大家說到了 我們由29175開始,跌到26145 總共跌了3030點 如果反彈50%的話,就是27660點 昨天升期四的時候,最高是見過27608 跟50天線差不多 暫時仍是受制於50%的反彈幅度 今天有些回吐 你見到今天是一個什麼呢 身懷六甲的現象 即是在羊竹裏面的波幅是很小的 在代變形態 在等待什麼呢 你可以解釋來說 等待今晚美國公佈的就業數據 可以是等待內地究竟疫情 是否會得到有效的控制 諸如此類 我覺得當然是和疫情關係大一點 疫情其實到現在這一刻 是真的進入關鍵時刻了 因為其實鍾南山院士 最初的時候說 在1月28日說 他就說7至10日 就應該可以控制 即是高峰期會出現 如果是這樣計算 其實2月4日立春 到明天元宵節 就是他第一次版本說 就是高峰期 如果你看內地現在公佈的數字 今天就出現了確診人數和疑似人數都相降 不過也有些內地有些專家這樣說 不要只看這些數字 因為這些數字 就看你其實那些確診人數 看你那個測試的結果 而測試的試劑 那種核酸的測試 他的準程度只是30至50% 何況有很多人去不到醫院 就沒有辦法進行測試 還是在家居隔離 雖然他建了很多方州醫院 但是接收的情況都是有限的 所以就不能夠一下子阻止 中南山院士後來第二個版本 在2月2日那時候說 就是要10至14日就會出現高峰 之後就會好 2月2日說的10日之後 就是2月12日 2月12日就是下星期三 到下星期再過一個星期的日 就是去到2月16日 這個就是他講的高峰期 那之後呢 就是拐點 之後的疫情 應該可能會得到舒緩的 能不能夠出現呢 下星期很關鍵 要看這些數字 要看很多專家這樣說 那現在當然了 世衛的說法就是 世界衛生組織警告 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武漢肺炎的疫情 未見頂的說 疫情已經去到頂峰 是言之上早 那好了 那當然大家知道 現在還是一個春運期來的 現在還是春運高峰期來的 廣州市呢 今天就宣佈 所有的小區實行 封閉式的管理 即是半封城 可以說是嚴陣以待 因為春運回來 北京市的疾病防控制中心 2月6日 就發佈新誤的 亦都是說法 就說這個 小區或者場所 共有14個小區或者場所 分佈在全市 西城、潮陽、屏谷、 昌平、通州、房山、大興、順義 這8個區 這些全部都大家要自己 半封城、半封閉去管理 其他有些 譬如說安徽等等 那些一律都 都是有出現這些小規模的封城 現在是一個關鍵時期 是不是可以控制到這個疫情 就對股市就很大影響了 現在因為其實 技術性反彈又反彈了 我覺得反彈50% 技術性反彈 剛剛的50天線 如果真的好的 站得上去 代表大家對那個疫情 舒緩 覺得沒有太大問題 如果站不到上去 就還是擔心 所以就看著疫情 內地的市場當然是好一些 內地因為為什麼呢 有這個暴力救市 有國家隊入場 也都有什麼 有央行支持 今天央行副行長潘弓勝就說 央行會提供三千億元的專項 載貸款資金 並要求商業銀行給予名單內的 主要是生產那些疫情的重點 醫用品那些企業 發放優惠利率的貸款 利率是多少呢 是3.15厘而已 3.15厘這個數字 是比上個月公佈的 LPR 4.15厘 還要低一個百分點 即是低息貸款給他們 這一個禮拜 人民銀行開展了這個疫回購操作 總共放水一萬七千億元人民幣 一萬七千億元 計及本州累計有一萬一千八百億元 益回購到期 實際上本州是放水了五千二百億元 又放水又說低息貸款 又說不准追溯 又說到證監那些大機構投資者 只准買不准沽 大家知道 所以就撐起了A股 上證指數連續五日揚足 暴力救市 人家有國家隊 我們港股沒有 所以跟彈一點 深淨成分股 彈到已經是106.11 在過年之前收市是多少呢 是10681 只欠70點 只欠70點 0.7% 等於沒有跌過 深淨成分股等於沒有跌過 大家看這幅圖 深圳創業版指數更厲害 已經是創了 比過年前的高峰更加高 破了頂上去 今天站在頭上再彈多一點 但是雖然今天其實不算好 它不是楊竹、十字星 不要出現陰竹 出現陰竹是黃昏之星的 內地就已經是全力去救 暴力救市 撐起了A股 它要做到一個沒有太大問題的訊號 出來了 內地有內地的政治考量 但是港股 投資者要明白 我們沒有那些暴力救市 靠資金有多少來 過去四天 星期一到四 都是超過1300元成交的 即是有資金在頂住 今天 今天 成交縮了 一千億都不夠 那下週 要看著成交 還有沒有那麼多 會不會撐得到 如果香港的成交不是很多的話 又想不到它 特別是想不到它 這50%這個反彈幅度 就有機會又要再回落 那下週就看著疫情關鍵 外圍方面 其實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為什麼呢 10年期債息 這幾天 向上即是避險情緒低了 向下避險情緒高 上去 即是初頭這幾天 避險情緒降了溫 但是 這一刻 這一刻 又似乎 又 就是 小小地 就有些擔心 好在它沒有跌穿1.6 如果它今晚跌穿1.6 你要小心多些 人民幣這一刻 就剛剛有跌穿7.0 這個心理關頭 即是人民幣有少許轉弱 早幾天就撐住 這幾天 今天 又有少許轉弱 所以要注意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我覺得真是這個 疫情的關鍵時刻 港股究竟是不是有得 延續繼續反彈 都是下個禮拜很關鍵的一刻 我自己覺得 你都是看著這個 大概50%這個位置 如果保守一點點 我就保守一點點 我就覺得 昨天都已經是這樣說的 最重要是否上得下跌裂口的底部 即是27774點 你當它是27,800 如果站在27,800之上 我就會樂觀一點點 否則的話 暫時仍然都是觀望 我覺得這個疫情 都不是那麼容易 一下子就完全解決了這個問題 比較好一點的股份 現在大家都說人說去 我都說了很多次 如果真是偽高人膽大上這刻 入市的都是科網股 那些股份就做得比較好一點 近來都是 好像騰訊那樣 上回來400元 收402.4 那今天一大堆的科網股 就是亂炒作 這些是偽高人膽大 你就玩一下 如果不是你就觀望為上 例如哪些股 比如那些軟件股 例如好像今天網龍那樣 777這隻 又升了16% 又炒它什麼呢 既有軟件 又有那些 即是它有那個視像教學 又有那些網上的那些遊戲 那些人家裡沒有什麼好做 就說是對的 這樣就炒了上去 有一大堆其他的軟件股 都升很多的 那些大家要 即是關上車要關下車 因為一個情緒 一過了可能那些 又打回原形 或者會出現一些比較大的回套 如果你真的想玩 都是帶那些會比較好些 騰訊 阿里巴巴 這些會比較好些 但是這些 如果你不是那個人膽大的 就不要管了 等疫情過去才算 看下週的走勢 才決定入市 都未遲的 好了 今天分析就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